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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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家國家 香港這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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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家國家 喂喂 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 2022年8月14日 克里米亚大节 什么节都可以的 你可以说俄罗斯大节又可以 乌国大节又可以 为什么呢 俄罗斯大节的话 就是接受那个节 就是被人过了一栋 而乌国大节 是说接报那个节 成功反击 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克里米亚 俄国的基地 礼炮十二响 乌国很兴奋 就说 结束了这场争斗 为什么呢 因为有critical 的作用很关键性啊 金梅 普京完全是可以说 喘房啊 普头鼠喘 那去到这个 克里米亚区的 俄国啊 那些部队 你要留意一下 克里米亚很关键 为什么呢 他已经不是说内陆那些了 执波尔各样那些了 克里米亚是2014年的事了 竟然都关事 似乎就意味着 乌国即将反攻 其实不是的 人家没有必性的把握呢 似乎都还会 去等一排 要存到有必胜的实力 然后才似乎会一举将这个普京击杀 或者用MQ9啦 不知道的 那就话说 法国当地 也都运送了很多155毫米 52口径的海撒自走炮给这个乌国 守住这个顿巴斯地区等等 但是呢 那个战况一直来说就不是几乐观 直到8月10号啦 那这些叫空优 当你地面部队获得空中的保护的时候呢 特别恶点的 但是在俄老占领的黑岛上面呢 突然间 被人夜闸乌巢喔 结果啦 在这件事件那里呢 就等同莫斯科号 大家记不记得啊 他说在风暴里面催沉了 金回啊 他都说这次呢 夜闸乌巢事件之后呢 即时整个黑岛进入了紧急状态 那你说啦 啊 普京到底是紧张啦 还是不紧张 我都免得说他 啊 因为啊 他一早已经进了泥沼 这个泥沼 他想拔脚脚出来是没可能的 就好像沙漠一样 浮沙一样啊 进了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越捉越实 你不发觉的吗 他有名叫北极熊 现在整只红人 啊 就好像冬眠了一样 你没见他再出声的了 啊 虽然 又是那些啦 成龙那些 嗯通 这样 啊 接着你 兜除窩多野 嗯通 这样 但是已经嘶嘶 面青口唇白那些啦 俄佬就说啦 没有影响到 黑岛上面的酒店和海滩 当然啦 人家精准 啊 对你那个空军基地 作出这个瞄准啊 你说什么酒店和海滩呢 还是当时啊 你那些上将军 全部都在酒店海滩 探啊 是啊 好探啊 是送那些年轻的 俄国那些部队 啊 走过去污国前线那里而已嘛 很多哭爹换梁啊 我们用这四个字 那当然啦 你俄佬啊 比啊 朱平线一祸金的 原本呢 就应该是那些解放部队 啊 在台湾的海峡 有同样的结果的 那但是呢 猜不到 多高一筹啦 如果你相较个智商 啊 朱平厉害点 还是普京厉害点呢 今时今日我绝对是买朱平 你们个个都说 他小学不业 错啦 在权斗方面 他是祖师爷 呀 这些普京这些 很明显的 被人 咀咀咀咀咀按 咀咀咀咀导 咀咀了 在 qui不知道 时候还那些都不知啦 被人失线了 Anyway,那个国际特赦组织其实都应该研究一下 因为为什么?事故发生的空军基地是很接近俄罗夏季热门的旅游圣地 是啊,当日他拿黑岛的原因,为什么?他国内民情是支持的 因为很多的俄罗斯人很喜欢去黑岛那边的海滩很漂亮 那度假,你知道俄罗斯的啦 平时都只不过是烂地一块,没什么海洋的 那又近,又可以去海边,那个物价次数又不是很高 那非黑岛莫属,结果呢,就是野蛮侵略咯 然后拿了的时候,还要恶人才告了 说原本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土地那些 那,在这个黑岛事件里面,这个基地总共有9架的飞机羽化星 你就算咯,每架成亿几,俄佬有多少个亿几 那,今次事件是很重要的,有那个启发性,为何呢? 因为一直以来,双方和谈的时候都俄罗一直施压 想要这个乌国就承认了2014年时候,他 撒尿的那个地方,就是黑岛,就是俄罗的地盘 那奈何了?这个扎连斯基呢,就一直都不肯做这个谈判的 同时之间,就是又探又成啦,硬的不行就来远的嘛 就说不如这样啦,我们参照香港的版本 香港版本都出了,一国两制都出了 你说谁给他了?有没有刚好得那么巧? 这条好巧?那结果,扎连斯基又跟他说F字头的字 那不会的,国家元首应该都不会的 那可能你会认为,啊,今回扎连斯基一定拍完首长 这样跳出来,不是喔,反而很低调喔,这次 为什么?避免去令到对方有太激烈的反应 只是带下句话,就是黑岛是乌国人民的 永远都不会放弃 因为只要黑岛被占领的话,整个黑海地区 乌国都不会安全 不要说黑海啦,就近九几年那时候 他们放弃了自己那些核子 今时今日,其实西欧国家呢,是有那个义务去防卫这个乌国的 如果不是,早知啊,就不要相信他们啦 你今时今日跟我好好看看啊,老实说 啊,无论是美国、英国或者欧盟 如果保不住乌国这个土地呢,可以说是信用尽失 那你就再没办法,就是肥仔这么好看这件事的 啊,当日这个乌国答应了他,啊,又哩又怒 啊,原来乌国是这样的,那就前居可监 随时即时摆向朱萍啊,不是我说的 你由战略分析已经知道了,啊,原来好像乌国那样 就会获得过这样的下场,那我多舍几个啦 独裁者的心理很容易触摸的而已 而朱萍知不知,当然知道啦 也都会趁这个机会,只要西方国家一旦软弱的时候啊 乌国不保,第二个就是台湾 然后呢,整个中间地带,一个大元朝 俄鲁、中国、哈梅内伊、北朝鲜 几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大蒙古帝国 你猜说玩啦,到时美国人民都不止啦 欧美都是啦,蓝牢女鸡指日可待 只不过呢,中俄是很厉害的,它的厉害之处就是 它会令到自己的人民蓝牢女鸡先 去炸干炸正,好像私路人做人那样 吸干吸正吸声大发 然后去资助他们外在的侵略 那这件事件呢,你要想一想啦 因为乌国之前就说过,是不会使用到 美国提供的远程器具去打击俄老境内的目标的 也就是说这次呢,人家是有方法 除非你说他不守乐园啦,但就不似 人家是有方法混入了一些人员 去他黑岛那里,然后用一些比较上 短情的器具,就已经搞定了 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情报,情报和情报 还有就是呢,他们的那个瞄准的准确度 是非常之高的 虽然啊,俄老就多次呢 在那里说,其实那些乌国的部队都在那里笑他 俄老不停地说,是消防安全规则有问题 还有呢,在未指明的地方上面,没有禁止吸烟 所以才引致这次的事件 啊,你听到了,之前莫斯科号也是啊 哇,那帮烟产来的,你知不知啊 他们的烟买到很贵啊,一支烟成几亿啊 亦所以乌国的部队呢,国防的部门呢 哼哼,这句是这样的,你听着 他就说,俄老方面,虽然无法确定起火的原因 但是再次回顾了自己的消防安全条例 还有吸烟危害健康的指示 那有些人就说,俄老是有苦说不出啊 其实是很重大的这件事情 但是呢,就要顶住个鸡头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呢,就会均心 换散,士气低落 我不敢认为的,我觉得是极权国家固有的特性 就是有人怕咩非呀,那帮小伙子 哇,大佬,那么多人守住 竟然都神不知鬼不觉这样,被人一眼瞧起 那他很大责任的哦 整个莫斯科号,莫斯科船长,这样就石沉大海 怎样向这个普京交代呀 你知道他那份人有恶的啦 随事呀,在一本Death Note上写下你的名字 那你又不知干什么的了嘛 你知道他KGI出身的嘛 KGB,sorry 亦所以,就是你推我推这样咯 即是你问渠务,渠务就叫你找消防,消防叫你找水务 那结果都是没人负责,最后消防条例有事 意外意外,意料之外嘛 没想过的,普京大大 那你又没得怪这个乌国的哦 因为不停和谈的期间呢,俄老就不停地去违反停火的协议 就趁着这个,哇,即是如果你说该下之文刘邦是非常之狡猾的话呢 那普京是他十倍不得止啦 已经多番地违反,是联合国如无物 我就不讲哪个强哪个弱先 至少啊,你不停地违反这些协议 那乌国想跟你签他都信你不过啦 亦所以,有时间搞,不要这么快搞得到这场 那但是,谁不着数呢? 很多人就说乌国不着数啊,乌国人民不着数啊 穿不着数就看结果的而已 如果到最后,乌国是可以重建起来 靠着西方国家的资金财力 长远离计,又扑倒了世界的一只大魔头 那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啊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